我有把影片的部分,是有放在论坛里面 如果你要加到论坛,请你让我知道一下你是谁 那我会把你加进来 里面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有加进来,应该都会收到mail 只要贴到这边,每一次每一次上课的影片连结都在这里 当然你这边清单 上个礼拜我们主要讲到有关逻辑函数里面 当然有一重,两重,多重的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以后呢 如果你要让ECEL自动帮你判断的话 那你要知道该怎么去叙述,让他知道怎么帮你做判断 那就不是你用眼睛去判断 也是他自动帮你把这个结果全部做完 当然里面你也可以把它跟VBA做结合 怎么做我想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另外的话还可以加上所谓的AND交期跟偶尔连期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条件,你条件都要为True,他才为True 偶尔的话是其中一个为True的话,他就会去帮你做那件事情 其他的话还有做哪些呢? 包含就是用VBA做多重的格式设定 包含就是把字的颜色变成蓝色,然后其他颜色 底色可以变,然后框线,还有就是那个字可以变粗体 其他还有把格式给去除掉,这个是上礼拜我们讲到的 其他的话还有加上框线,比如说我今天要画一个框线 假如你将来要列印报表的时候,至少你要能够把这个框线给画出来 那这个框线包含什么呢?比如说我底线,这个线条要把它改成全部都红色的 然后另外这一条,跟这一条要把它画成双线的话,这该怎么做? 这上礼拜有提过了,如果你假如对上礼拜讲的有点 这个就是已经忘了差不多,你可以再把这个影片稍微再复习一下 那有些动作如果我讲的比较快的话,你也许再把它重新看过 因为像这种Excel的,只要你有个地方不会做,其实就很容易卡住了 那会就会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这样,会一下就过了 你也不用在那边想半天 如果不会的话,你看一个影片就好了,影片动作做一遍,跟着做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抓你一条肩,自己以为自己会,其实什么做都做不出来 反而更浪费时间,所以有时候可以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加深印象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在云端上也有放一些画面,还有一些程式 所以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找到上个礼拜的程式 OK,这边就都有了 OK,那上礼拜包含什么呢?合格不合格啦 然后两重的,多重的,然后VBA怎么写在这里 然后底下的话呢,包含自定函数,还有end偶尔 另外的话怎么格式化,这上面都有 反正你就,如果实在不会,你至少要学会一点啦 Ctrl C,Ctrl V 贴的话,你至少要贴到对的地方,要贴到哪里,模组里面 OK,才会弱 另外的话,至少贴到模组里面,还要懂得建一个什么按钮 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至少这些按钮你都把它建起来 OK,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后面学习,你就自然就比较跟得上 而且呢,将来你也比较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 把它用在这个实际上工作上面,可以帮你完成 这个框线,这个都有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做那个表单 所以表单的部分呢,程式码,我把它另外独立出 另外一个档案在这里 这个是上个礼拜,这个是今天的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啦 其实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做表单 这个表单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可以填资料 填完之后呢,它自动帮我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填进去,帮你什么?放在你要指定的位置上面 然后并且呢,把其他的几个栏位里面的资料自动产生 OK,还要怎么做?上个礼拜有demo给各位看过 上个礼拜的东西基本上大概就是几个吧 这个清除,输出,这个是丢公式 OK,然后另外的话,这个是丢结果 合格不合格,这个是ABCD 有没有,这个是丢结果 有没有,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是公式 这个是算完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程式就我刚刚秀的 另外还有颜色 ABCD,因为如果你都一个颜色的话 那这样看不出到底哪一个是A,哪一个是B,C跟D 所以如果我希望改 颜色,字的颜色改成蓝的,底色改成黄的 C的话是加框线,因为这边已经加框线,所以看不出来 D的话就要出几次,那把格式清掉 OK,不过这边有个问题,这个清掉好像反而把这个清掉 这个只是一个演练,我主要是将来如果说你要把不同资料给它不同的格式的话 就至少会有四种可以变化,你拿来做参考也OK 那当然你最好是多多演练,因为像这种东西,不需要特别去背它 因为你多做几遍就熟 另外的话,以后用到的话,记得云端上也有,或者影片里面有 反正再把它拿来演练一下 其他的话,就加清除框线,加这个框线 这个要怎么做,最简单的,其实这个两个都可以行 然后这个是什么,加这边一条,这条线变双线 这条也变双线,这要怎么做,再加两行程式 这上礼拜的重点,所以如果你已经忘了差不多的话 你就把刚刚我讲的那个影片,再重新调出来看一下 里面就讲我刚刚做的这些动作 应该都还有印象,只是说 一定要除了会之外,还要熟练 OK,所以如果说像这种东西 尽量你就回去自己考考你自己吧 当然我们不考试啦,不过如果理论上应该,一定要经过 所以可能会有什么小考 其实像我小考,我就直接丢个题目,大家做一遍 做出来,佼佼过来,OK 我再讲下一阶段,不然你们都还没学好 我就讲后面,我怕有些人会跟不上 后面的东西都跟前面有关系哦 OK,所以后面其实就是不断不断再增加一点,再增加一点 那以后如果你要写复杂的VPA程式,怎么写? 就是慢慢慢慢再把它加上去嘛 那你自然你可以做得越来越自动化 你可以做得非常复杂哦 真的一切按下去,自动所有的报表自动产生 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的 其实你想得到都做得到 因为电脑本身就是要帮助你怎么样 大量的自动化 甚至它可以24小时standby 时间一到,自动帮你产生报表 寄给你,或者秀出来,印出来都可以 因为电脑本来它的主要任务就是24小时去工作嘛 不用关机嘛 就像我的电脑都没有在关机的 随时要用的话,甚至手机都可以拿来遥控了 对不对,让它不断再乱啊 你要想事情让电脑去跑 有点像你请个员工一样嘛 你要想事情让他,你总不可能让他闲在那边吧 要不然你要付他薪水 你买电脑一样嘛 你买的电脑不是说闲置不用 闲置不用就浪费了 然后想事情给他跑 就是可以用什么?用程式跟他沟通 你帮我做什么事,他就自动帮你完成 上礼拜讲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那今天的话我们来延伸 今天的重点在哪里? 先演练给各位看一下 那也就是多一个什么东西呢? 不过可能大家有点心意准备 因为越后面的课程可能会越复杂 但是也不用担心 反正跟前面一定有关联的 今天要做的其实就是怎么样 我如果希望将来填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 就自动可以让人家自动填在这里 而不要让人家自己去填 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给人家也是要挡 然后让他去填的话 你会发现回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真的是惨不忍睹 因为大家乱填 为什么乱填? 因为他不知道填什么可以乱填 你不填就算了 你乱填的结果是 你要花更多力气 去解决他乱填的这些后果 所以干脆什么? 你最好是可以不要让他乱填 怎么不让他乱填? 一 你可以秀出一个表单出来 你就乖乖给我在这边填 照着填嘛 比如说你今天是评审 比如说今天面试的人来了 然后你就说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滴滴滴好了 Enter 他几分? 他有三个成绩 包含就是说他的答案考核 操作考核 面试考核 OK 那总共有三个成绩 请你把它输入上去 OK 然后输入上去的话 当然 就Enter 最后按Enter 或者按新增 他应该怎么样 就自动帮我把这四个成绩 填入到底下这边来 OK 那底下这边有三个成 三个东西怎么样 这个可以自动帮我算出来 怎么算 反正这个成绩 就是平均嘛 那平均怎么来的 就前面三个成绩 除以3 要不然你就是用Average函数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用把那个函数 的结果丢到这边也可以啊 那合不合格也可以用函数丢到这边 那ABCD也可以丢公式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一个成绩输入 那不要让人家随便输入就对了 OK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按个Enter 那应该就把我的 直接填入到这边来 有没有 那并且还做什么 把这个上面的资料清空 游标再帮我放回去 这样好处的啦 你还可以再输入下一个 下一个是111 Enter 再输入 再输入 OK 再Enter 又下一个 一直可以往下往下 这样的话其实好处就是好 避免怎么样 人家乱输入成绩乱输入成绩 反正你就可以照着这样填啦 保证正确 这样的好处就真的还蛮多的啊 像之前有同学好像在公卖局上班 然后他底下有大概上千家的经销商 那经销商他每天都要回报他们的销售状况 那以前他就是给以色尔档 然后他们乱填 填一堆 结果回来他说要花非常大的力气 那一千家的经销商你可想而知 那每个每个档案都一堆问题 那怎么办 后来他用这个方法 然后你就给我只能在那边填 填完之后就自动会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你就把这个档案寄给我就好 后来他说因为这样的方式 他再也不用再去检查 到底有没有错误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能一个萝卜的坑 你也不能给我多填别的东西 而且这边还有防呆 什么防呆 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填资料 那能不能输入 不能输入 按新增 比如说他只有填这一个 那底下没有 请务必输入 然后底下一定要输入 或者甚至还什么呢 可能输入的资料应该 他这个底下只能输入数字 但是他可能输入AAA 不行 那你要把它挡下来 所以可能还要想到什么 除了正常输入之外 还要想到防呆 那什么叫防呆 就比如说第一个 他这四个其中有一个没有输入 如果没输入的话 你要把它挡下来 不能输入 不然的话 这边变成一个空白列 那不对啊 怎么可能有空白列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三个一定是 一定只能输入数字 你不能有什么AA 或者是中文 不行 一定要数字 所以如果他输入非数字的话 一定要把它挡下来 另外的话呢 成绩一定要是0到100分之间 那我要怎么做防呆的机制 如果你这些都已经做好了 那理论上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最后可能讲一下 甚至哦 你把这个关掉之后 这边的资料呢 通通不能变 只能透过表单去输入资料 如果他要输入资料 那也不行 所以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像那个教育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保护工作表 有没有 把那个密码加上去 就是不要让它动 你就不要给我从里面这样输入 如果你从这边输入的话 哇 灾难就来了 所以我遇到太多 像之前还有什么 很多那个经销商也是这样 他有分公司有那种什么 很多那个销售据点的 像一些像什么康世美那些啊 或者还有香港还有大陆的资料 他们什么填也是就一样 然后就乱填回来之后 要整整合的那个人就很倒霉 因为无法选择 所以说你干脆就给他一个表单嘛 照着填就好了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OK 好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主要是要做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然后呢 做完之后呢 让他填完之后 按新增他可以做完 我们刚刚要做的事情 那要怎么做 其实大家如果你担心会做错也没有关系 其实在云端白板里面 这边也有答案 反正我的程式都放在这边 要做这个 那怎么启动它 然后怎么填资料 其实程式并不多啦 就只有这些而已 我还有1 2 3 4个步骤 反正你一个step 如果你还记不起来没关系 反正就将来把这个当范本总会吧 拿一个其他的案例 自己玩玩看 反正你做得出来表你应该都懂的意思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逻辑函数的范例 先打开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针对那个逻辑函数 我如果要把这个范例再做衍生 就是希望呢 如果有很多的面试者来 然后呢 评审 假设我们很多个评审 那每个人都要打成绩的话 你就给他一个这个表单 你每一台你都给我填完 那我最后我就会整就好了 那我就知道说 这个每个人的成绩是多少的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呢 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复杂的话 其实甚至可以做到 我刚刚讲的 就是电子化流程 比如说以后表单 让他填资料 以后就不用手写了 就是直接怎么样 在Excel里面 把Excel当成是一个电子化的平台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很方便 不然如果你不是用Excel来做的话 那你可能要专门找人家帮你写程式了 那非常的复杂 所以不如干脆 如果你有现有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每一台电脑几乎都有装Excel 那你就干脆在Excel里面 拿我刚刚讲的表单来做就好了嘛 什么工具都不用 Excel就够了 所以请各位先把刚刚讲的部分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教各位怎么样产生一个表单 让人家可以很轻易的输入资料 这个表单的话 不是只有 你可以想 只要是纸本的资料 你要把它电子化 所以现在很多单位一直在推 什么叫电子化 全面电子化 怎么做 很简单嘛 你就怎么 弄个表单就好了嘛 就可以马上可以输入资料 那资料在哪里 就在Excel 把Excel当资料库就好了嘛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 哇 资料库 你要再去学习一个资料库的一个 一个专门的知识 一个技能 不用啦 你就Excel 你应该都会了 那怎么做 待会我们细节部分 再跟各位做说明 OK